你知道吗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人通过YouTube这个平台 赚到了从百万乃至上千万美金 他们不需要拍视频 也不会受到场地的约束 能实现这个事情 接下来我这个视频就是向大家解释 到底需要通过怎样的方法能实现这样的事情呢 当你看完这个视频的话 你也会知道该怎么做的 如果镜头对面的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的话 我需要向大家解释一下 我这个频道是向大家介绍一些最前沿的 关于网络创业和网络赚钱的思路和方法的 如果你对这一类的内容有兴趣的话 请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那个小铃铛 然后顺便点一个赞 那样的话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 我接下来要向大家分享的内容了 那我们现在赶快开始吧 现在我要打开一个最近比较热门的账号来举个例子 他是怎样如果不拍视频也可以互赚1000美元以上的呢 从这里可以看得到他一共只有18个视频 有26万的订阅 然后我们进入到这个账号的首页 从这里把他最有人气的视频给筛选出来 然后大家可以看得到 从上网下就是他的视频的认能程度的一个排度 最热门的那个视频 他一共有1700万的观看 然后第二个是800万700万200万 然后这个视频的话他的收益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知道在YouTube上100万的观看 可能大概有1000到5000美元的收益 那这个视频我折中取他 100万的观看有2500美元的收益的话 我们算一算他可以赚多少钱 2500美元再乘以1737万的观看的话 可以算出就是单单一个这个视频 就可以为他带来43000多美元的收益了 他的收益不止这一个视频 他还有其他每一个都是有一个不错的成绩的 然后我们点击去看一下他到底什么内容吧 这个视频就是他人气最高的 主要讲的是从2010年到2018年的最有人气YouTube的一个分布 其实这些数据你们想找是可以很简单的得到的 他只是把这些数据放进去用一个比较新颖的方式来呈现给大家看而已 他根本没有拍视频 也没有录制 也连生机 连话也没有说 然后就能得到这个成绩了 其实你也可以做得到 然后我再举一个例子 这个是主要做top5内容的一个账号 其实他的套路和他的玩法跟刚刚的那一个账号时期差不多了 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制作这个视频的本人 他本人根本就没有出现在这个视频里面 他也是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法 把一些有趣的有关联性的那些素材汇总成一起 成为了一些比较有趣的视频 你看就是他们会用一些比较有趣的图标 其实你们也可以跟他一样 通过看一下他们的这些频道 获取一些idea或者是想法 然后可以创建一个跟他类似的视频 能量可以得到这样的效果 其实他每一个视频大概都有三万五万六万左右的观看 而且他更新的很频繁 因为他这些素材都是从别的地方可以copy回来的 他其实他本人也应该不用怕太多的时间 所以能跟普通的youtuber可能不太一样的事 他的更新会比较频繁 那一个星期你看他可以跟个十个二十个视频的话 那把这个十个二十个视频再乘给他的观看量 其实这个收益是非常可观的 其实你们想要做类似跟他差不多的视频也是很简单的 打个地方你们也要做一个top 10的内容的话 在这里你也在收top 10 然后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视频 但是不是说每一个你都可以用 你可以在这个过滤的这里 然后点一下知识共享 知识共享也就是那个quadecomment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通过这样的方法 过滤出来的视频的话 那个发布者一开始发布的时候 就选择了免费无限版权共享 这样的意思 在这里面的所有的视频 你都可以随便的用 随便的编辑他 把它弄成一个新的视频 也是没有任何版权问题的 例如你收top 10 然后会出现关于前十的游戏 你可以把这个A游戏和B游戏的那些互相之间的不同的情节剪下来 凑在一起 那也会成为你自己的视频 但其实我本人被问到最多的两个问题是 知道这种玩法的人其实越来越多 而且那种素材也超级难找 我该怎样做才能跟他们有差别化 做出比他们更有竞争力的内容呢 第二就是在YouTube赚取广告收益 比起几年前其实是越来越难了 那我该采取怎样的策略才能加倍的增加我的收入呢 接下来我会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解决方法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请记得一定要关注接下来的内容 像你觉得top 10 什么什么 top 5 什么什么东西 内容其实都很少 都饱和了 有时候想要收集素材剪辑的时候素材不够 那怎么办呢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你说的素材不够 可能只是top 10 和那个你家的那个keyword 太少内容了而已 如果我换另外一个语种收top 10的话 它会怎样呢 打个比方我收top 10 这个是日文的top 10的意思 那是不是会出现很多 如果你收英语的top 10不会出来的那些内容呢 这个top 10 game的意思 然后除了一些英语的素材之外 其实一些日文的那些内容也是会出来的 你就可以在英文的素材里面减一减 然后或者是在日本的素材里面减一减 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些 如果你只收英语素材而没有得到的一些内容 不仅是日语 全世界第二大的语种 除了中文之外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没错就是西班牙语 我们还可以试一下用西班牙语来说一说有没有对应的内容吗 调成西班牙语 然后这里是英语 我们这些换一个就是打比方best 10吧 然后就会出现对应的西班牙语 我们把这一个结果放到这个搜索栏里面说一说看看你的怎么样的内容 然后也是跟刚刚一样把这些共享调出来 然后这些就是所有的西班牙语里面的古板权素材了 所以就算是语言看不懂 我们看这种小图标 大家也能知道里面的内容是什么东西 然后就可以配合英文呢 西班牙语 日文或者是其他语言 一起来整合成一个视频 成为你自己的产品 然后现在有朋友真巧会问到我 就是素材的话可以通过YouTube在各种语言那里凑齐一些自己想要的素材 这个问题能够解决 而是不知道拍哪一些标题的内容的话该怎么办呢 现在我告诉大家怎么通过关键词来搜寻你的灵感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其实就是在YouTube那个搜索栏那里把你想要弄的内容放进去 然后看一看它会给你一些怎样建议的关键词 而那些关键词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搜索量最高的关键词 打比方我们还是收回Top10的话 就出现你看NBA DJ Music之类的一些搜索量很大的词 这个是最简单的 其次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长大的关键词网站 是免费的它叫做keyword tool 然后里面的话它不仅是Google YouTube 而且还Amazon和eBay也可以在里面搜一些你想要知道的关键词的搜索量 或者是常委词之类的 通过特定的区域来搜取 打比方如果你要搜特别的语种的话 你可以选中文 然后在左边这里把中文的关键词放进去 结果也会出来 那我们这次假定搜的就是英文 然后也是写Top10 栏目条YouTube 然后结果出来了 而让着Top10的话 一共有487个单独的关键词 你可以看一下各种各种各样的内容 其实你都可以在里面得到一些灵感的 在里面这500多个词里面找到一个你比较感兴趣或者素材 你可以把它整合成你自己的一个素材 接下来我们回到这一个Top10 这个Top10真的是一个很高产的情况 它从今天到7天前就一个星期之内 估计已经发出了15个视频左右 每个视频的点击量大概是有4到5万左右吧 也就是说一个星期之内 它至少收获到了4、50万的点击 没错 现在很多人都有说YouTube赚钱 YouTube的广告费的获取已经比以前越来越难拿到了 可能光靠广告的收益已经没有以前这么好了 但是你不用担心 流量就意味着别人的关注 只要有人关注你 就肯定会有价值 就好像现在提供服务的MVMV或者是Uber 或者是国内的价外卖的这种平台 他们也没有申请任何有实际上的东西 但是他们有庞大的流量能为他们产生价值 对于你们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 如果在获得这些流量的基础之上 如何加倍把这些流量变成你们的收入 我们现在随便点开一个视频 你会发现每个视频下面的描述栏里面 肯定会有他们自己贴上去的官网 或者是他们的社交媒体账号 或者是其他的那些视频 也就意味着你可以把这个流量 引流到这一些其他的平台上 例如这一个视频 它有1500多万的观看 那如果这1500多万的观看 这个流量有1%的转化率 转化到它在下面的这一些社交媒体 或者是其他视频上会有怎样的效果 也就意味着还有15万的流量 引流到其他平台那里 而这个时候其实你不需要去做什么官网 你也不需要做着陆页 你也不用做其他东西 最简单的话一直变现的方法 就是联盟行销 其实联盟行销最简单的说法 就是介绍佣金的意思 又意味着你去一个联盟行销的网站 然后选一个被审核通过的商品 你把那个商品的链接 弄成一个专门的联盟行销的链接 放在你的YouTube的视频 下面留言栏的那个框里面 只要你的观看者点进去 购买了那个产品的话 你也可以得到相应的手续费 我们来到了一个叫Quibbank的网站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联盟行销的网站 从1998年设置到现在已经有20年历史了 在这里你能看得到它有一个叫 Affiliate Marketplace的一个地方 然后点进去看的话 就能看到它里面有各种不同类目的 可以联盟行销的产品 你可以点进去看一下你喜欢哪一种类目 打个比方我点了语言的话 进去就有各种不一样的产品 可以供我去做联盟行销了 其实平时的话 我会更加去做一个网站去参考联盟行销 应该去做哪一些产品 有一个叫CB Engine的一个网站 就是显示了在这个Quibbank里面 最高佣金最高的产品的一个列表 你可以在这里看一下 打比方这个产品 如果从联盟行销那成功卖出去 你可以得到这样相应的佣金 而且不只是这个产品 它还有什么 让男人按照你的内容啊 或者是减肥的产品啊 健康的 或者是厨房的那一些 你都可以进行选择 而你需要做的只是把这些对应的产品 你觉得是跟你的YouTube那个内容 是相关的话 把这个产品的链接做成一个联盟行销的链接 放到这个描述栏下面的框里面就行了 这个视频的话 有大概1500万的观看 1500万的观看者 也就意味着他有1500万的人 看到了他这里面放下来的链接 那打比方如果以后你在发视频的时候 在这里放一个联盟行销的链接的话 1500万的观看 如果按照转化率只有1%的角度来想 就意味着有15万的人被引流到了 你的联盟行销的链接里面 然后那15万的人点击那个链接 进去了一个联盟行销的商品 一共有15万人 那15万人如果又按照 打比方只有1%的转化率 去购买了这个商品 那就意味着有多少人买呢 可以算一下15万人 然后有0.01的人购买 那其实已经有1500人 也就意味着有1500人购买了这个产品 但是这个只是按照转化率 只有1%的情况来算而已 如果他有2%乃至3%的转化率的话 也就意味着他可能有3000人 4500人 乃至这个人数以上的人 购买了他的联盟行销的产品 他就能得到这个人数相应的佣金了 这个利润是巨大的 就好像1500万的观看里面 算1%的转化率 进去联盟行销的商品 然后再按1%的那一个转化率 跳入产品购买的话 可以算一下他如果只有1500人 然后再乘以他刚刚的手续费 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视频 他也能产生这样的价值 所以就说他什么也不做 也可以得到8万1000美元的收入 这个收入真的是很可观的 他要做的 其实把这个链接放到这个留言栏而已 然后你需要做的只是进去找一个 你觉得合适 而且佣金还不错的产品 转化率高的产品 然后把它放在你的内容里面 这里就可以了 之后如果你们成功上了视频 然后得到了观看量的话 在你们YouTube的后台那里会呈现一个这样的调查报告 这是一个叫YouTube Analytics的一个工具 它会告诉你在你的订阅者里面 男性女性的分布是多少 而他们各自的年龄层 合起来一起的年龄层 并且他们主要的国家是来自哪里的 这种情报也能够一瞬间掌握在手 然后你可以根据这些情报 在刚刚的那一个网页那里 选择一个你觉得合适的产品 转化率高的产品 把它放在你的相关的视频下面的留言栏那里就可以 你不要担心只要有流量的话 那些流量肯定会被引入到联盟行销的商品里面 就会有人购买 只要有人购买的话 就肯定会有收益的 然后现在的YouTube 特别是那些大的YouTuber的话 他们的收益真的往往不只是广告费而已 联盟行销绝对也占了他们收入的一个很大的部分 而这些其实你也可以实现的 你跟他们一样做一些大家有兴趣人气高的那些内容 然后发上YouTube就行了 而你根本就不需要去拍视频 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 打比方我收个best time 然后把可以无限使用版权的视频给调出来 然后弄你自己的best time 打比方这个视频 如果它有4169万的观看的话 按照我刚刚说的1%的转化率 再到1%的转化率 到了联盟行销的商品 不真正购买的话 即使是这样 它也有20多万的美元的收入 这个估计也有七八万美元的收入了 而你要做的真的 只是像刚刚说的那样就行了 想要下载YouTube的视频其实也很简单 打个比方 现在这里的全都是没有版权的 关于best time的视频 你随便点进去一个 然后复制它的UI 来到一个这个网站吧 这个网站是专门下载YouTube视频 然后把那个链接放在这 然后按开始 然后按下载就可以了 很简单 这期的视频 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 不用拍视频 不用录脸 最简单的 也能在YouTube上赚取高收益的方法 但是这个方法最重要的是 行动起来 不然什么也不会改变 请现在立即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因为其实这期视频 我还没有跟大家分享 除了今天我分享的内容 之外 在YouTube上还有其他好几种 很厉害的赚钱的方式 我知道你肯定不想错过的 希望这期内容 对大家有各种帮助 或者是一丝启发 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拜拜